微博世界大会微光盛典 于2022年11月29日在苏州太湖万豪酒店举行 此次共有肖战、杨子、baby、赵丽颖、赵露丝等众多明星出席微博盛典 众多明星于今天下午16 比45到18比30分进行了红坛走秀 那么哪些明星的状态更好呢? 让我们一睹为快吧 徐卫舟穿着真空上衣参加红坛走秀 单看上半身还是非常有视觉冲击 如影如现的腹肌十分抢眼 但上衣过长 整体看下来大长腿秒变小短腿 上半身和下半身有点55开 吴锦岩这套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美的 但是不能细看遥布的设计 有点问题如果不仔细看 会让人误以为是他的肚子 和手臂放在一起看 显得手臂有点黑 邓子齐还是妥妥的显女一眉 看到杨超越就能说一句年轻真好 超越的穿着搭配也是非常得体 孟子依的复古裙子也是十分的美 唯一的瑕疵可能就是不太显腰身 陈哲宇依旧非常帅气 笔直的身材配上白皙的脸庞 妥妥的奶油小生 小琪琪丝菌的身材很完美 但是颜值似乎有点忽高忽低 baby依旧年轻貌美 完全看不出有30多岁了 赵丽颖这身淡黄色的裙摆 配上她白皙的皮肤 显得大方得体 美丽动人 今天肖战似乎有点状态不佳 不清楚是不是拍戏过于劳累 整个人显得有点憔悴 眼带有点明显 和以往的形象判若两人 张萌发福明显 参加浪姐时期的张萌 还是非常瘦的 今晚看起来脸部有点臃肿 与可为的颜值一直很稳定 但今天这身搭配 显得有点大头娃娃的感觉 赵露丝一席仙女群 依旧青春亮丽 今年爆红出圈的王鹤第五官力挺 可肖战有着一样的问题 眼带有点明显 张凯莉一身职业装出席红毯 依旧和蔼可亲